所以這個部分呢是follow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步驟裡面去進行 那Active Reading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就是 你是先有問題 然後再去看Paper 會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你要先知道 要主動 你知道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再去讀這個Paper 那你要問的是問題有哪些 這個是Who is the author? What author is the credentials? What author is the purpose? 你看他很在意author 這個Paper who is the expected audience? Whom was the test written? What kind of test is it? OK 他的form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在真的仔細讀之前 我其實透過這些問題我可以回答我說 這Paper會不會是好的Paper 或是我是不是要認真去讀它 你知道應該在領域待久你就會說 誰的Paper你一定要讀 誰的Paper就瞄一下就好 不用太看太仔細 會慢慢有這種出來 那接下來這個Paper沒有什麼 Surprise puzzle or Treeks you about test 所以哪些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讀Paper其實是在讀 宇宙不同的地方 不在讀你早就知道的東西 OK Now what question does the test attempt to answer? 就是它的scientific question Why is all the spaces? 你知道我們再去解釋 是什麼? 但它主要就是這Paper的主要的idea 是什麼? OK Central claim What type of evidence does also provide? 這個剛剛講的就是它的這個 resout 能夠支持它的conclusion OK 那 conversion with written text 那就是 你要跟它對話囉 那你就要去很嚴謹的很critical的去review 這個配合提供的內容 然後這些問題 可以問 那我們也通常我們東方學生 比較要miss的是這個 So hot question 所以其實你要去問說 這個 那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做 你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可以 So hot 可以做什麼? 它的implication是什麼? 有沒有跟我的研究有相關 那跟我的研究有相關 我會怎麼樣把它include到我的研究裡面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critical 非常critical 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讓同學 可以自己去讀一下 那剛剛也給大家看過assignment assignment裡面呢 今天回去你要寫一個summary 那怎麼樣寫一個summary 這邊有個finite 這讓大家自己讀 自己去練習 就好 那最後的taking note 這個部分 那就跟annotating a test 有關係 所以 這邊的重點是 這邊重點是 你在讀完這個文章以後呢 你應該能夠用更簡短的 或你直接語言去講出這個文章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就會透過在文章旁邊 在文章旁邊 annotation 的方式去進行這一點 所以我們會highlight文章裡面的重點 對不對 你讀配合會做這些事情 在配合的邊邊寫上跟這個 你的看法是什麼 那這邊想要提的重點是說 其實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是在那邊寫中文翻譯 或者在那邊寫 再抄一次 內容 不是的 你要把你自己的觀點寫下來 或者有時候你讀完一篇文章的段落之後 你有你自己的一個講法 你覺得其實這應該是這件事情 那就把它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 OK 所以我們的annotation 要提的應該是這種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所以它這邊其實是在challenge 它文章的內容 你看它說這邊是sentimental 或是community is soul makes no sense 所以寫這些東西 記錄這些東西 其實是要記錄你自己的觀點 而不是作者的觀點 那這也是我們在做 這個科技文章 論文的閱讀的時候 要去重強調的點 你看 它最後去提說作者的一些 Either over thinking either walking 等等 所以它實際上在challenge 這個作者 OK 那你們在討論的時候 應該也要強調這個點 好 所以希望剛剛的這個很簡短的報告 讓大家對怎麼讀一篇paper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或者說當以後你在讀paper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更清楚明確的流程 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希望說 以後你在讀paper 或等一下我們要讀內容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practice 再見 再見 再見